今集一個攻勢告訴你 迫搶要整體迫之餘 還包含許多細節位不容失敗 是足中杯曼聯對米道士堡 米道士堡追平的一球雖然發生首球爭議 但整個攻勢中仍然可以反映出 曼聯迫搶有多麼遺棄 才給到機會米道士堡追平 所以請容許我好環保地用同一段片做多一條片 當時曼聯右路進攻 拉斯福特在右邊拿著球 右閘大落做一個疊瓦式的助攻 拉走敵人被拉斯福特內切 沒錯拉斯福特在右邊依然會內切 用左腳勉強起腳射門 人馬踏襲之下當然是無攻而還 射中對方彈出來落到米道士堡球員腳下 班路見狀都很快作出反應進行反場 亦很順利迫到對方才回後 而本身上前助攻的右閘大落 亦在原地放棄回防 立即給壓力對方 亦順利令對方大腳解圍 到此為止原地反搶非常成功 起碼令對方不能順利組織反擊 但解圍後球去到位到士堡前鋒 士堡亞腳下 曼聯中堅華拉利亦果斷壓前緊貼對方 不讓士堡亞輕易轉身 同時另一個中堅麥階亞亦不惜離開位置 越過半場線緊貼著另一名前方 莫特摩亞 即曼聯整隊很有決心 壓到對方半場做迫搶 不讓對方空間反擊 防線有跟著中前場壓前 其實意識算不錯 但執行上仍然有太多細節需要改善 華拉利壓著士堡亞時 曼聯隊友未有即時再跟進 在這個位置3個圍著1個 都沒有再主動給亚利斯堡亞 其他隊友都是含著 華拉利亦沒有利用邊線特性 從左邊將士堡亞壓向邊線 收窄他的選擇 反而從士堡亞右邊給亚利 用右腳挖他的球 令士堡亞可以 食住他的勢,借他的力 轉向左邊面向中間轉身 再加上 Tayvunniar在Mathomene身後向前走空位 拉走Mathomene後 令士堡亞有空位突破圍堵 走回中間 3個人都阻止不到一個敵人 還要讓對方走入中間順利轉變 因為曼聯集中迫搶 對面海完全空了 而且右閘右中堅都壓上前 Mathomene又入圍中絲,長驅直進 曼聯的防線基本得回左中堅Mathomene 以及左閘的Soy 右路防守完全真空 Mathomene已形成4打3之勢 一個大轉邊去到美柱和特摩亞腳下 禁區內基本得回Mathomene一個防守球員 和特摩亞輕輕一投 美柱的Kurs輕鬆射入 整段攻勢的重點就是 曼聯未能夠第一時間 破壞對方反擊起點 執行迫搶時有很多細節位都未能夠好好掌握 如何利用邊線局限對方的選擇呢? 從哪方向埋身迫搶會較有利? Buno Finanides是否應該從邊線這個位置方向夾擊呢? 如果退過一點 從膠貼近中路這個角度去迫 局斯堡亞貼邊走是否更好呢? 人多打人少時又如何合作去引導對方跌入陷阱呢? 而不是毫無計劃盲中中衝到球上 反而教對方如何突破夾擊 又或者是否要硬正少少 犯規都要阻止對方去突破呢? 這些都是迫搶很重要的細節位 大家可以參考以往曼城、利物浦、馬體會甚至車路士的分析片 都可以輕鬆理解到如何去迫搶 如果曼聯一心想走迫搶前場防守的路線 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而且的確需要時間去改變 絕對不是按過鍵或將轉術方針轉去迫搶 大家就做到 除非蘭力克選擇走回舊路 轉攻為首時主張縮後重組防線 我就無法說了 否則曼聯的球迷相信要給很多耐性 去接受這些情況將會維持一段不短的時間